你好 欢迎收看1月16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台东县警察局谢新任局长交接布达典礼16号举行 由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饶庆林来主持布达仪式 同时也感谢谢任局长叶超红过去对警政工作的辛劳付出 也勤勉新任的局长陈景坤可以持续维护台东的治安环境 台东县警察局谢新任局长交接布达典礼16号在台东县警察局举行 由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饶庆林主持布达 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黄世青尖交 而副县长王志辉表示 感谢谢任局长叶超红过去对警政工作的辛劳与付出 也勤勉新任局长陈景坤持续维护台东的治安环境 局长在这期间其实台东的治安平衡在运行大事当中 都一直是民业前 在请的窃盗律逃或者说犯罪等等 其实可以说大概都是全台湾政府 其实甚至那对于新任的这个陈局长 我们非常诚实的话我们的恭喜 也希望陈局长在两位副局长的相对之下 发挥所谈 陈续警察局以往的优异表现 也惜免圈其的其他同盟跟幸福的团队共同努力 让台东的过上好日子 让幸福能够继续执行 然后就是说台东县警察局在陈局长的领导之下 又是四平八稳 在叶局长所建议的基础之下 继续发挥方大 这是说在我们的工作 除了就是说 治安交通会名中三大组统的 新任局长陈景坤为中央警察大学五十一期毕业 立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分局长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巴德分局分局长等职务 自次由内政部警政署民房指挥馆之所所长调任 台东县府向来重视警消的福利以及权益 布检核列预算新建办公厅社 零期四年调升警消超勤津贴等 也取取新任局长在两位副局长相助下 提升宪明的安全以及保障 向街盘最台东市报道